红终出口 宝极高义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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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 请放着 今天是华严精的课程 讲的是华严精一海百门 讲到第二门 实际炼基门的第六小门 无分别者 今天从无分别者的第三行 明相自王 上次是讲到明相自王 每一次开始上课 要再给大家再做提西 这里面讲的华严精一海百门 它就是来听这一海百门 你念念之间就要在大方广佛华颜体上念念去回光 念念思维 什么叫大方广佛华颜体 就是你那个根本 当下每一个人都本来具足 念念常驻的根本自信根本的佛性 我们常常都知道我们都具足 但是嘴巴说具足 从来不知道到底决心又在哪里 所以常常都要去提醒大家 其实你每一个念头起触 起心动念 念头当且眼睛见色耳朵纹身 哪可不是你的根本亲民的决体 你若是没有如是的亲民 你哪有那么多的感受的千变万化 就在这么多的千变万化里面 感受都是随着成员之中 深深灭灭 树生树灭 但在这些树生树灭当前 你能明白一切深深灭灭 由深深灭灭而产生的任何的生动活泼 这种感觉 那个能觉的心 你可曾去回头去思维过 我为什么说是深深灭灭 让你所呈现的生动活泼 因为没有生灭 你哪有生动哪有活泼 因任何感觉就要在插挪插挪生灭之中 你会不断不断的感觉 你才会觉得生动才会觉得活泼 因为光生动这两个字 它就含尽了一切种种灭象 前面灭后面才能生 后面生才能够感觉到 与眼前的种种气氛之中的活泼 所以每一个人都会在现前的感受里面 你都知道都认为生命之中的种种鲜活 但你不知道那些鲜活来自于现在所有一切成员的 它刹挪神 刹挪灭 但是却在这刹挪神 刹挪灭 能够为你呈现一切世生世灭的那个根本的绝命 你又何曾你就愿意去回光于它 你何曾在这一生之中 有一刹挪那个念头 你愿意向它担当 你从来不愿意向它担当 但是它内面心 确实你永远你在这个人生之中 用尽一切现前的所有一些感受当前 它都是你的什么 根本的佛华掩体 那是你的根本大方广的佛华掩体 因为它绝好绝坏 绝生绝灭都是如是绝 绝现前是有感觉 没感觉都是如是绝 在这决心当前能现如是种种差别处 它根本不多差别 它才能够为你呈现种种差别 反过来说将来你就要在一切差别之中 你就要去认为什么我当下能够明了现前的一切差别 因为能明了现前的一切差别 是因为我根本能觉得一切差别 那个清明的决体从来非种种差别 你才能够明白差别 你要已经是差别 你要哪里能够知道一切差别 在黑你就不能直白 在黑不能直白 你也就不能直黑 所以念念之间就在如是的决体上面 念念参就 那就叫实际 那是根本的实际 也就是今天要讲的第二门的实际 你真正念念之间都在决心上实际之时 你在任何感受现前处 你都知道那个决体的实际 那个决在何处 决就在决心显出感觉 那个当前 那个叫做决 你念念之在如是决中 念念贯穿 这一那个决 就如同华言金虫常常讲的 如同婆须蜜多女 他那个门骨 你越过去 就是流浪 你要是看不到这个门骨 你要不知道那个门骨 那也不叫大决 因为决心在入红尘 成像之中就有一个界限 那个叫济 你超越那个界限 从此叫凡尘 你要不明白那个界限 也不叫做绝命圆满 所以念念都要在这个门骨之中 念念就要在如是实际之中 念念回光 那是行者最初回头时 当下你心中要提领的难行苦恨 你当你明白如是济时 你还是过去红尘之中 感受的那种成本吗 还是那样的笨重的 所有的一切感受 以为的那种流转吗 当然不是 你眼前可以看到感受 依旧呈现 就像镜子照色 镜色依旧呈现 但是你还是是 躲在镜色之中 过去执着 真以为有如是色的 过去的那种妄想 前流吗 当然不是 眼睛可以看到镜色 镜子可以看到镜色 现前的心体之中 能够知道一切感觉 你却能够在一切感觉之中 你都知道它 其实就是大绝的清明 你在清明之中看感觉时 感觉都叫做大绝 当感觉都叫做大绝时 你才最初体会 什么叫炼机 因为你这不是过去 只是躲在感受之中的痕迹 你再也不是抓着 如是明相之中 过去前流的事业之中 那种造作痕迹 那叫炼机 所以他不知道感受吗 他当然知道感受 但是感受是什么 感受先前就是觉体的必然 这觉性之中的根本的清明 没有清明哪有那么多感受呢 就像镜子造色之时 没有清明哪有那么多的 镜色的千变万化呢 就在镜色的千变万化里面 你才能够体会出 那个镜体根本不度万化的清明呢 因为他要是真度万化 他还能够知道万化吗 他要是真随着现在的成员 多在种种色质之上 你还有镜体 还有可以有镜性可言吗 所以仔细思维 决心跟镜子的批语是差不多的 我说的差不多是因为镜子 它毕竟你在怎样批语 它还是有个物象之中 现前的种种 性德的作用里面 你可以用思念 可以思一极的 虽然能够帮助你倒归 你去体会觉体 但是觉体之中 还是真正 它是不落任何痕迹的 所以你明白如是道理时 你念念只要肯于在决心上面去体会 昨天我在讲那个令人经典 也讲到 决心中的体会在哪里体会 就当前的每一个奇形动念上面 当前去面对下手 什么叫做当前面对下手 因为你是一个行者 你是一个学人 你念念之间发的就是 要了脱生死照见如是根本 菩提面目的如是的怨心 所以叫你在六根六成当前下手时 你一定不会背离你念念之间 要照了如是你根本本来面目的这个方向 假如不是发了如是心的人 假如不是学习如是心的人 你跟他讲尽这种语言 他只会才是在外面摸索 在外面流浪 因为不具足如是因地发心过 所以叫做叫外别传 你真的发如是心识 跟你讲任何话 你自然就在心性之中去体会 说实际 你也是念念在决心上面谈的实际 说念机 你也就是在如是佛华言体上 你面念去体会的根本念机 所以那个念机是在哪里说念机 那就是你明白觉体 就不是种种造作的过去的痕迹 所以他绝对一样 绝依旧如是绝 将来你就是正的如是决心之时 过去如是剑 现在还如是剑 但是过去如是剑都落痕迹 现在若如是剑 所以就古德祖师讲的那句话是一样的 大雪纷飞 盲邪踏过 不留下一丝痕迹 你一箱 你一样可以支 为什么不能支 只是现在为跟大家讲说 你一样可以支 你又就是怕一般的烦情 那个过去习惯的那种思维的模式 一样可以支 所以你又比了一个第二个支 我说的一样可以支 只能告诉你 决心当前它根本就是支 它不必更立支 你要在支中更立支 支间上立支 就是最初的无名本 你要知道它原本就是支 所以那个支中可以用到儒家 都还可以跟你讲说 支支为支支 不支为不支是支也 因为你知道支是支 知道不支是支 是也是支 凡夫在支跟不支是差别 但你能够在心中的支与不支 你永远都站在知心上看 你永远叫平等 因为你在知心上看呢 当你有不支的感觉现前时 你绝对不会受不支的迷惑 从此之后真的不支 就变成愚痴 将来你能够在这个知心上面 连现前的意念之中 支与不支 你都知道念念 站在知心的如是的光明体上 叫在明明德 站在如是的光明体上 将来在世间上的种种支 你不会随着它妄想傲慢流转 在世间上的种种不支 你也不会随着它的氛围 从此以后堕在现在的困顿 矛盾之中 你能在不支当前知道不支以外 什么叫支 所以从不支中 你能够找出种种道理 你在支中 你能够知道那个支中的时候的不支 因为有的人的支 有的世界人用的支 事实上就是暗昧的决心 暗昧的种种智慧的那种支 所有的支中 它其实它还有它不支的那个层面 所以它才能够什么 它从此以后 不随之于不支的夜感流浪 它才能够超越一切支 儒家尚且如此 这才是我们讲的传统教育 佛门之中尤其是我们中华民族 讲的传统教育 那都不是在心性上面直下去承担的 只是在儒家在道家在世门之中 要讲到它如是心性之中要讲其究竟不究竟而已 但是只要是华人 留着是东方中博人的这个血统 他心底深处 他都具备你能听如是法 能够听如是心性 能够才如是心性的素式姻缘 不然你也不会抱来赐吐 抱身抱来赐吐 因为你从小接触的都是这种声音 纵然你不懂 那你祖先都有留下如是迹象 如是的命脉 只是看你承袭与不承袭而已 但想承袭就是过去古德讲的 但要归家归辩德 因为它本来就是你决心的面目 它从来没有离开过你 你觉得现在说怎么会从来没离开我呢 师父我现在找不到啊 就当前这一念 你觉得找不到你的决心 可曾是这一句话 你老是只是习惯抓着 倩钱这一念的虔诚的音声音响 你永远不知道 能陷入是音声音响的那个决心 也从来不受如是音声音响的迷惑 为什么他那个决心不是他 你自己那个决心不受迷惑 因为你觉得找不到 将来觉得又找得到的是 他可以随缘起承你现在的种种差别的感受 你将来就能够在这如是差别的感受里面 仔细思维 我为什么能够随缘变化这种差别 因为现在的差别一定什么 一定非实物 它才能变 但是在非实的变化里面 能觉得如是差别的 你在这些差别之中 你会发现有一个是能觉得如是差别的 它本来也不多任何差别过 在差别处非实在不 在根本明白差别的也不多差别 你将来就一步一步的走出你过去 习惯的那种异想思维的那一个巢穴 你可不可以思维 当然思维 你再来决心看一切思 跟你过去多在思中所说的思维 那怎么可能是一样的 这类似我常讲的辟语 所以有的时候虽然常常不断的反复说 有的人说那世自然你讲经 好像很多东西都翻来覆去 翻来覆去如是说 翻来覆去是让你习惯的 可常常学习 常常用这种同样的文字 就是提醒你 要逆你之间不断的起扇思维 先让你听完让你起扇思维 文思修能入三魔地 什么叫文思修 你天天如是文天天如是思 将来你在你心里中你就能够用得到它 你心中就能够掌握到它 现前的心性之中应该有的行为 那叫做最初三魔地 这都是从如是思维中开始的 如是听闻中开始的 所以有的时候讲经的时候 似乎有相同的文句 但相同的文句就是一直不断 就在你旁边提醒你 就是不断的提醒你 不但是提醒大家 也是提醒我们自己 所以将来你就会在一些 现前的念头里面 你愿意去回光照了如是心识 念念看得如是这念心处 你自然就能够体会 不要讲大方广 你就能够体会到佛华言 这三个字 这念念之间 绝体的真实不虚 为什么那叫佛华言 因为那就是大绝心体 念念之间 你看到每个念头 哪个不是绝体之中的开发 开发为华 哪个不是大绝心体中的安部 安部为言 但是过去为什么不叫佛华言 因为你躲在感受之中 就不是绝体的安部 你就是被夜感的安部 所以不能较眼 但是一切夜感的安部 再强烈再大的夜感 都是决心所先 决心觉得夜感强 跟决心觉得夜感不强 都是决心 可是你要是背离了决心以后 你自然就会躲在强与不强之中 饱受流转 将来回头的时候 以为就是在夜感之中 说我要断不断 那都是世间可怜行人 可怜之人 至于佛们 尤其是汉诚佛教 直下叫你担当 直下叫你教授 再也不是对过去的种种思维 过去的种种夜袭 还在上面说警惕 说我该断不断 我惭愧不惭愧 而是在每一个过去 你的恶恋现前处 夜感现前处 你都当下要知道 决得的是谁 为什么弟子却在每一个念头几处 我不知道决得的是谁 我忏悔的是忏悔这个 我不在那个念头之中 是恶是善之中 再做妄想 再做忏悔 你同样都是用的 这一期的果报 这一期的生命 这一期的光阴 你是在善恶之中 不断只是想要忏悔提息 你永远只是躲在善恶的过去 流转星星 将来就算你能够掌握住那个善 那个善还是感受 那感受之中 将来感受就是 叫做一直拉上橡皮筋 一直拉到最后 一直膨胀到最后时 他就曾流转 你要看到决心知道善的是谁 知道恶的是谁 决心从来非善非恶 再也不随你现前的念头之中 是善是恶的势力所逼迫 那叫做真跳出过去的也敢流转 那有的人说那就跳出来了 以后我们就不知道这种善法 错了 你真正跳出来了 你才旁观者清啊 你过去所说的一切 你以为要知道的善法 那都是当局所说啊 当局所说就是 你以为的心 以为的善心 行到最后有可能 很多人就是呢 有所得心 有所违心 以为的善心 最后心中自然抗拒不了种种恶劣 又流转于恶心先前 不然我们那么多大善人 还做那个搜水游的 是吧 不都是大善人吗 没事还可以跟你合掌 那是善人的 假如你看得到是你的心性中的张扬 那这一命之中他根本不可能起 因为那个做那些恶事 他一定有他的企图 平常的念头之中 有一点点还堕在感受的企图 你都知道惭愧了 何况你还真正到粗 粗恶到粗暴到 你还在这边想要得到一些世间利益 那就是太粗太粗太浊的念头 那种执着 所以有很多也是啊 也认为说 吃一点没有关系 不是吗 善心之中怎么会吃一点没有关系呢 善心之中 只要担心别人吃了一点 假如有一个人有关系 所以这就是告诉你 那就是用有违的心 在做世间的种种善恶的分别 那将来都不是真善 唯有你真发菩提心的人 再也不是被过去世间法中 是善是恶的如是过去的朝旧之中 你跳出来要明白那面决心 你当你真正念念之间 你也是拿这一期生命啊 你也拿着这一期光阴啊 你拿着生命光阴 你念念之间 是回头认你念念决心 你也绝对相信 你只要在那如是决定心上 尤其是这个决心上面 你一定能够入一切世界 种种善法 因为那个决心 才是世间的根本的什么 根本的信能 能不能的能 信中的能 能者善于 就比如说你能碰仁 善于碰仁 你能裁缝 善于裁缝 那是根本的信能 所以这一念性能 跨现世间的时候 叫释迦摩尼 释迦摩尼 就叫能人能及 能也 你用到世间的最初现前时 就叫什么 就叫释提环音 释提环音就是什么 能天主也 要看到如是的能 能心现前 在佛法的化身上面 都是那个能 当时世间天界也是那个能 讲到中国的祖先 公孙宣远 我们的祖先 他是什么 有雄士 雄者 能不能能能 加上思念 活也 这要看到你如是的能心 你要是明白如是能 能还是最初的回头 能还是真正照料你决心之中 根本的担当 你当然能够深入一切时间 但是过去修行时 你就要敢于在现前的过去 你以为的时间 凡成过去习惯的夜感之中 你回头去认那个性能 虽然你认得那个性能 可是最初认识 它是从下中上 不断的回光 不断的体会 所以从下中 你还可以感受到 每一个现前在世间之中的 能中的做主 能中的主宰 再也不是随着所中的感受之中 随其失利 随其流浪 在那个作用当前 你都能够体会一点 什么叫做练积 你当下就能够体会到一体练积 所以练积处 一样知道 过去是什么样的念头 现在还是什么样的念头 可是你现在 你现在的每个念头里面 你已经看到那个能心线前了 那个就是最初讲的什么 最初讲的行者修行时 最初的明心线前 明白的明 最初明心线前 还不见得你一定照见能锁 但是你要明白的那个心 最初的明心线前 就过去你是度在如是明中 所以流转 将来你在流转之中 还要先明白如是明 什么叫过去度在如是明中 所以流转 就是念言尖讲的 因为决心一定能明 在明中以后 你就认为一定有所明 所以就在所明之中 从起或生起妄能 从此流转 那都是什么 明觉 这个觉明为旧 为过世 但是你要回头要认如是明 回头要认得它 当你回头认它时 那就不是过去让你流转的夜里 静体 它现色之时 静体跟静色就在那一点上 从来没有一个离开静色的镜子 也没有一个离开静体的静色 所以就在那一点上 但是你看到静色之时 就仿佛整个静体 具体成色 那不就是流转吗 但是要是不能够具体成色 没有这种势力的话 哪有静体可言 根本没有静体可言 所以过去就在这个 具体成色时 你就是凡夫 就是流转 将来回头时 你还要敢去担当 具体成色的那种势力 那种强烈 你却在如是的强烈里面 你不但不是过去烦情的流转 你还照顾它 知道它其实就是静体 这叫难行 这叫苦恨 这是最难下手处 这不是一般人 不发心人 它可以思维的 不发心人就是你平常都不在这边思维的 所以你真人如是 那叫做时机念机 前面讲那么多文字 就是让你跟下面的文字 你才好听得懂 上面讲寻起无体 明相之亡 是上次讲的 你一定能看那些感觉的那种起处 随这个原成而起 但那个起处在哪里说起 决心上 决能够献起 决能献起 起也是决啊 决可以献一个象 叫做起 不过就是象耳 就是名字而已 知道吗 但是决心献得如是象耳之处 它也可以给它立名叫做起决 所以你就会有决起 那整个起决 决起就是刚刚讲的决明为咎 就是因为从决明之中 你能看到如是的名相的陈列 但是这些维系的陈列 将到你回头时 你就要一一破析 一一批拨 那一一批拨 你会发现寻起无体 起它根本自己没有体 它就全体都是觉体 不过就是一个名字叫做起 你还会都在如是名字的起上面 忘说有真正有如是起有如是觉吗 因为你已经慢慢熟悉念念回光 念念知道它根本一体视觉 又如是心中的去向 又如是心中念念回头的担当 你能明白如此 就知道名相自亡 所以名相自亡什么叫名相自亡 就是一切感受之中 成员之中的名相自亡 所以决心一定在 决心可以知道一些名 决心可以知道一些相 可是你要抓的名说名 抓的相说相 就是过去的名相流转出 名相中的业力 所以现在说的名相自亡 不是说从此以后决心就不知道名 不知道相 就现在一般的外道以为的一样 什么都没有了 都没有了 前面都没有了 决相亡了 没有了 你断灭了 决相亡你就讲不出来了 假如都没有了 释迦摩尼佛如何还能够下身 为世间将尽一切 世间万法 如果是你的大决心体实 你决的名决的相你都不能决 那还叫大圆满决吗 不怕你决心明白名 不怕你决心能够照了决了相 但就怕你 从此决心献名献相之时 你躲在名相的决 明决相决 这就是刚刚讲 他刚刚要讲 忘记讲完了 就像镜子 镜子照黑 这是我常讲的 镜子一定能照黑 镜子一定能照白 所以镜子照黑照白的时候 它就是知黑知白 镜子若是不能知 还叫镜子吗 可是就在那一点上 就在那个插摩之中 你马上就变成了黑知白知 那会一样吗 镜子的知黑知白 如是知中根本一如 剁在的黑知白知 那就是两种分别 绝对差别 你一如之中一定能明白差别 但是一如中明白的差别 叫大明 你躲在差别中的差别 叫当局 你反而更不能够明白差别 所以过去我们是躲在差别法中 叫做凡夫 向他回头时 你还要去担当差别 那才叫苦恨 因为过去你躲在差别法中 那叫暗昧 所以事实上你躲在差别 你根本暗昧与差别 所以只能随差别流转 将来你要是在决心上明白差别处 就像镜子 镜子能普照差别处 能够清黄赤白 能够现种种相识 能够入种种差别处 你马上当下你就能体会 他能陷进一切差别处 就是他根本的无差别体 你要到哪里去找无差别 你要去体会 去参究一个无差别 你当下就在差别体 差别向上 你就知道他根本就是无差别体 所以念念在如是法中修 叫修无 修修 他不是修哪个法 而是从心向他去认而已 他不是在那种差别之中修一个无差别 所以要你在这边修 讲你还有东西可修就是差别 就直下担当 所以修无修修那才是什么 才是苦恨啊 修无修修才会立什么 立种种自己心中的表象啊 剃头染衣 就是为了恋恋之间 懂得要如是明白发心 坚定自己的发心 因为我们都是娑婆众生 若是没有一个明确的自己的发心 你根本很难走出你过去习惯的世界 红尘之中的种种差别 你现在现前就是差别 地藏经讲的 你起心动力 无不是罪 无不是业 过去我听到这句经文会惶恐啊 我也不知道那起心动力 都无不是罪无不是业 那我还敢起心动力吗 那我现在说我要修行 也在起心动力啊 也是罪也是业嘛 所以意思以为修行就是另外一种方法 从过去不对的行为再导正回来就要修行 那既然是如此的话 为什么地藏经讲说 只要你起心动力 无不是罪无不是业 当然 决心现前 在那个点上就像镜子跟镜色一样 决心现前 在那个点上就叫众生 当然 起成一切 种种万法 就是众生 众生 现前处 你要忘了绝 绝可以现众生 但众生现前处就是什么 就是种种呈现 种种流转 种种呈现 就叫无不是罪 为什么叫罪 这是我讲的 那个罪字 就像那个眼目的目倒下来了 倒在哪里 倒在一切皆非 不是罪吗 中国字 所以我说我们有信生在中国 你看到字像 你都知道应该在哪里下手 无不是业 因为你错了 就在上面一直不断地向其攀缘 向其造作 造作不就是业吗 那所以地藏经告诉你讲的大怨 大怨就是那个怨换 另外一种字体叫圆心 事实上那个繁体制圆 跟一个页面的页 它也是那个意思 那边页叫做投手的意思 圆头 就是怨 你能看到根本大觉的投手 那才是大怨的下手的功夫 所以大怨的下手的功夫 它一定献什么像 它一定献身文 比丘的担当禁持相 那意思就是告诉你 你要在成像之中最末梢 你想要度尽一切众生回头 那个意思就是 最末梢中一切感觉 你都知道它其实都是你根本的觉体 一切众生都知道它原来根本是佛 你要先有什么 先有在世间的禁持相 世间的禁持相就是比丘相 你要有这个比丘相 还要什么 还要敢去入种种暗仗心中 暗仗的种种夜感的心中的担当 那叫掌握夜明珠 掌握就表示你心里面的掌持 握的是夜明珠 持的是席帐 你才能够什么 倒过去的拼携回你的根本的本愿中来 如是大愿中来 找到你的根本本来心中的源头 所以既然是如此 所以地藏经讲了无是罪无是夜 所以你才知道它在讲什么 你只要在他众身体上说修说不修 都是罪根罪业 谁要在这里说修说不修的 你是要在任何你觉得有修 觉得无修之时都要体会 那觉得的是谁 决心从来非修非不修 但是你要多在修跟不修上 都是流转都起轮回性 决心就在那一点上 你看错了就是轮回性 它就是轮回 所以这叫什么 这叫你的真如加上红尘之中的现象 就叫你的现下的阿拉耶 如来藏看到你现在的所有的一切 意识的现前就是阿拉耶 但是这么所有的阿拉耶的事件的感觉 那种呈现其实都是你的根本如来藏 什么叫如来藏 你站在绝体上看一切就是如来藏 所以叫转世成智 是就是现前的种种感受 是从一个言 是这个怎么写 从言从音交割 言音交割就是一时的事 什么叫做智 智就是一个知在日上 这个知一定要在日上 表示什么 这个知能骗知 但是它是如同打日一般的照料 知在日上那叫做智 知若是没有那个大日的照料 那一般的知不见得是智 那一般的知就是事 意识的事 那一般的知就是什么 你一定是抓在现前的感受之中 跟现在所泛起的心中的回响 也因交割的造作 但是你如何叫转世成智 就是在现前的一切感受 有修无修上面体会觉得的是谁 指甲甘荡 还你原心 那叫大怨地藏 你才会知道 哪一个感受起处就叫众生 哪个不是佛 假如你还看到有一个念头 眼睛见色的闻生 不管是在能闻所闻 你不知道它原来根本就是你的大觉心体 就是有意众生 你未成佛 你都不能够证得什么叫佛性 所以叫做有意众生不成佛 我绝不证菩提 你不发如是愿 你将来也证不了菩提 你心性之中的六根六成 你都知道要如是对质 如是拔击时 你当然能够拔击一切苍生 你怎么拔击一切苍生 你也是教授 一切苍生 如是拔击 不然你以为是什么 天方夜谭 你拔击以后就像那个神话故事一样 那封神榜一样 就是他得到了 就下来捶手 你得度了 你得度了 现在大家都想这种得度 对吧 不费我力 全靠如来 所以一直等到阿弥陀佛来接 你越想等到阿弥陀佛来接 你就会发现 你心中又觉得 越来越觉得怀疑 阿弥陀佛到底接不接我 有的人嘴巴硬 我相信我将来走 你看我天天念佛 我将来走 阿弥陀佛一定来接我 这种人嘴巴先前硬 你都知道 那个口气硬 最后可能最心虚的就是他 光他那一念都不知道 觉得这个嘴巴硬的那个 那个底气 那个决心 何在 根本不认觉才要一直 沉着这个口气 只要沉着口气 就是感觉 感觉崩到最后时 就会流转 就会变化 假如你真的知道是决心时 你需要这个口气吗 我觉得阿弥陀佛一定来接 你觉得接 与觉得不接 都是觉 我说你是已经真正念佛了 因为那个念头之中 让你在每一个念头 自心之中不再迷自心 自心之中都超越自心之实 自一念心中的担当 那叫无量光啊 因为什么 一些感受都是如是决心所现 所以叫无量光嘛 一些感受的种种差别的实量 都是如是一心之中之所现量的 所以叫无量寿 但是无量光无量寿 你不能拿哪种光哪种寿来亮它 因为它能陷进一切世间的照了光明 它陷进一切世间的寿量 决心不就是陷进一切世间的寿量吗 你觉得有任何的寿量 这一起果报的寿量 这个念头之中的实量 哪一个感受之中的寿量 都是决心为你陷进的一切差别寿量 能够陷进一切差别寿量的寿量 是无量寿 知道吗 那就是阿弥陀 你要是真念佛 就类似我常讲 你要是常常清净大山 真是清净大山的人 你应该更明白大山的道理 你再也不是那种委屈 只是依赖那一堆土泥 再去依赖那一个好像巨石 那种山形高原的山形 再也不是那种委屈的依赖吧 你会发现世间法中 它本来就是以绝应绝 跟心底深处的潜移默化呀 所以那个大山还是那个形状吗 当然不是 大山在他心中 不管是大山的种种形状 长养的是他的高原 跟他心里面的超越繁情的种种清净 不是大山只是大山而已呀 所以这个才叫做什么 真的好要于大山 那你如何念佛念到最后 你还是那种卑微那种可怜 还在担心佛到底来不来接我们 你看不到心中的半点潜移默化吗 你要看得到心中的半点 有一知道觉来觉醒 他就一定能够潜移默化 这个就叫做接应法门 不是早就已经接应你了吗 那为什么你念佛却不接应呢 因地心中发心不争 纵使一辈子念佛 无有意义 所以你用到大制度论讲 你用到众生自度众生心态 来念种种圣人的名号 你永远只是微惧 心中以觉应觉的根本作用 那叫觉醒的作用 所以你可能如是 你将来就会在觉醒上面 哪怕是念一句弥陀 你也可以一直不断地念佛 因为念佛既然叫做心法 既然是大觉体中 所流露出的一切的万法 把他给众生回头的 一切清净的提息的法门 那随你所举一项都应该回来 为什么 因为他就是一心者先 所以你真的是念佛的人 他就应该念念 就在如是佛号里面 更明白一切教理 更明白当下的发心 教理就包含什么 包含刚刚讲的无量寿 无量光 那包含无量寿 无量光 它就能包含 你在每一个奇心动念里面 你看得到每一个奇心动念 当下哪个不是 弥陀的无量光 无量寿 那你就叫做念念之间 供养弥陀 你那个供养是真供养 因为供养的是 你将来慢慢慢慢 心中就能够成就 弥陀的种种功德 你内念发心 内念真正的成就 就是供养伐造 就是真正伐造 所以没有这种发心 你不知道决心的这种依止 这种绝招 你以为就是什么 念头以后 将来就一个大手 来牵引的小手 这叫败坏决心 这叫败坏接引法门 将来你就算有因缘 再活到世间 你看到大山 你也是卑微 因为你一直等到大山 有一只手来接你 你看到大海 大海你也觉得可怜 因为你一直等到大海 有一只手来接你 因为你过去生中 念圣人的名字 念初世间 弥陀的名字 你居然是命令之间 如是败坏自心之中的 接引的德性 你败坏 佛号之中的万德庄严 这个鸿鸣的作用 将来你就活在世间 你会发现 气势间对你来讲 都是负担 它都接引不了你 它都成负担 所以今天你是一个凡夫 若是念一句阿弥陀佛 都知道是该如是发心 应该用如是的决心去面对 如是的佛名 那叫大供养阿弥陀佛 那你将来就算没去西方 你活到任何时间 看到大山 大山接应你 看到大水 大水接应你 哪个气势间 不是你当下 直下的道场 所以你现在听一听 现在人讲的净土法文 只可怜他会把什么 把你心中的净度 整个败坏光 你那是净度吗 度有掌养意 所以度字 这个土字 下面那个一要长 上面的十比较小 下面一要短的话叫做是 大是的是 为什么那个一叫长 那个一就是你根本的异心 异心的运载 他能够运载十方 叫做土 那叫净度 你居然看不到如是弥陀的异心 你根本运载不了十方 你令你之间只是委屈的 那求索 那当然你将来也看不到弥陀 今天讲这个什么 讲到净土法文去了 讲到这里 顺便带一句 所以有很多人讲说 经中有讲 将来极乐世界 教主 观世音菩萨座 对吧 所以有很多人说 将来迷途要退位了 所以这样观世音 封神榜 讲的都是神话故事了 将来 谁的将来 行者的将来 极乐世界 为什么教主 是观世音菩萨座 行者 现前念念之间 什么叫无量寿 无量光 你明白无量寿 无量光是 你就能够敢担当 现前的所起的一切感受 你都知道它就是大觉同体 因为你都知道是大觉同体 你供养的就叫观音 你行持的就叫大悲心陀罗尼 你将来能看到极乐 就是观世音 你修如是观世音法门看到的 所以观音是极乐世界的又邪式 你在哪里将来能真正正的如是弥陀的庄严 先要懂得在每个念念之间 知道那无量寿 无量光当下用得到那个同体的大悲 供养观音 然后看到念念之间就在大觉心体上 在无量寿无量光中 那个念念的等持 念念的精进 就叫大势智 你修的就是这两个左右邪式的法门 将来这两个心中的德恨 在你心底深处融合的那个德行 就是阿弥陀 将来你再看到就是阿弥陀 你将来心里面若是唯性时 你会相信这绝对是真的 因为心是可以如实成就的 那你要讲到将来 阿弥陀也要退位了 观世音菩萨做 你永远讲封神榜 谁知道 因为心中本来就是如此 你修的是大悲同体相识 大悲同体相识 真正念念之间 你正在不断的在心中掌扬 不断的去熟悉时 它也是念念之间念机的 就是十几年级 就像一个行善的人 念念在善行上面 念念秉持时 他念念会发现 他心中就会超越现在的有为 人家说你是善人 他就会说不会 我不是善人 这是平常心而已 他不觉得他在行持什么 他为什么不觉得行持什么 因为成心故 因为久持故 因为达信故 就是如此 所以观音也离向了 世智也离向了 世智观音都离向时 你看到心中站起来的 那个心中的智慧的光明 那种德相 就是最初见到阿弥陀佛的 那个不是用一切相能量的 不思议种种庄严现象 那叫做供养净土法文 所以我想到这个意思就是 那如何你念佛的人 你到现在 你每个起心动念 你都还不知道 那就是无量光 那就是无量手 何况你还在那边 躲在委屈向中 怀疑弥陀来不来接 光这一面 你都不知道 是无量光无量手吗 那也不是像一般人讲的 你要绝对相信 你要绝对有这个意志 弥陀一定来接我 这叫蛮横 弥陀一定来接你 就来接你了 这叫蛮横 这叫做开玩笑 为什么讲蛮横 你心中自己都怀疑 不就是蛮横吗 自己都怀疑 然后用自己的声音欺骗几灵 自己的灵魂你都愿意欺骗 你会不欺骗别人吗 当然叫蛮横 那什么法中才会不欺骗几灵 唯有真正念念与决心相应 念念知道自己念心在做什么 念念明白自己念心 当下你在所有的思维 那就是决心 那就是大决题 那念念要是明白 就念念他不住 念念不住就念念 也明白 那你说如何法师 如何师父 如何我们训练到不住 假如你用不住的心想要不住 你就是在造作 不住的心怎么可以 用一个法中叫不住 让他不住的吗 所以怎么样不住 觉醒者唯有一法 你明白决心就不住 你用到决照就不住 你用到赤诚就不住 你不明决心就是住 你以为有个不住可以不住 那就已经住在不住 这都是错用法心 所以你要觉得住与不住 觉得住的是谁 住与不住 觉得不住的是谁 念念之间 自心所起的音声 再也不受他迷惑 那是最初行者的下手处 叫自心不取自心 你将来要是真正体会到这一念清静时 那个决心的清明现前 因为我为什么要跟你们讲真正体会到 因为现在跟大众讲 你们可能每个人在体会决心上面 大家都没有下手 纵然我们出家三十年了 体会也不过就是皮毛 所以我到现在讲的那个禅宗的石流里面 我一直只是讲不到见机 我不敢再往下讲 我自己告诉自己 要再往下讲的话 那叫骗人 根本心中未正 但是见机是 见机有下宗上品 我们这个出家三十年 若是连迹象都不得 那意思就是每个感受现前处 你都不知道决心在哪里吗 聊天鼻孔 障藏它 你不知道决心在何处吗 这种感觉 这种启发都没有 那真的叫做白蓝 何光还在上面用尽种种文字 用尽种种思维 一直只是在外面绞绕以为 修行而已 你要是有如是的思维 有如是的回光 你会发现有很多的声音自己起来 你看到它时 你就知道绝对是谁 最初体会那个决心时 那整种声音过去的成本之中 那种势力 因生之中的势力 就会消息 你最初才体会到最初哦 言语道端 最初的言语道端 不是你真正心中大悟的言语道端 你那个时候才知道什么叫做淡漠 古人修行还要先看到如是淡漠的心 淡漠不是一个人像白痴 什么都不知道叫淡漠啊 那叫唐世证 淡漠是什么都知道 什么都明白 因为旁观者更明白 他甚至看到别人过来 别的烦恼人过来 就知道你心中是什么烦恼 是什么样的行为 因为心中清静 还可以有这种维系的觉察的清静 那过去以后 你自己的烦恼都看不住了 你还知道那么多别人的烦恼 那你只能发疯 但是淡漠的人是他反而更清楚 叫旁观者清 因为旁观者清碎念念之间不受他影响 所以才叫淡漠 那淡漠另外还有个像呢 看到任何感受不受他影响时 因为我们都叫觉醒者 所以在任何感受之中 他已经真正念念知道他其实就是觉 你要不认得觉 你要不认得觉 也说的淡漠都叫轮回 你要明白是觉 你那个淡漠 那才叫跟心性相应 才是最起码要跟儒家讲的 在明明德 所以这个明明德在哪里呢 在清明或者在心明 在止于至善不是吗 大学就前面这几句究竟告诉你 清明是什么意思 就在一切种种 众生相中 明者 众也 就在现前的种种 无音流入 十二出十八戒 现前的一切法中 叫清明 清明或者心明的意思就是当前 不就是这些感受中 但是在这些感受里面 你是谁感受流转的吗 当然不是 你看到感受之时 你永远站的指的是什么 你根本的能值得清明的至善 那个善叫能也 你能值得那个能 叫止于至善 你能学到这一念心 你将来走到世间 你都是有智慧的人 那你又用到感觉之中 你想要蹦出一个什么叫智慧不智慧 那个智慧不智慧 是饱受世间的夜感之中的轮回 你明明都具足如是心 却不用 所以才叫可怜人 你当下每天 你会感觉到感受的变化 这么样的强烈 你不知道之所以能够让你觉得感受 不能够有那么多强烈 甚至于有的人说 我一直没有什么感觉啊 却让你能够起上 没有什么感觉 让你如此沉闷 他不是再再就告诉你 你的觉体就是 根本清明的就在那边吗 你没有那个觉体的清明 哪有那么多强烈的种种 世种种自在 世种种欢快 或者世种种沉闷的 种种心中的攀缘的感受 就是如此 所以讲到前面再看到这个 叫冥想自亡是无分别 所以冥想自亡是无分别 不是过去以为你断了 如是种种决心的作用 性格 那叫无分别 总是掐断 种种叫灰身灭制 或者是灰心 灰身灭制 你以为掐断 叫无分别 因为分别真正的异性是什么 分开别注 叫做分别 那分开别注 你决心现前的时候 仿佛就像镜子造黑之时 仿佛就全体是黑 造白之时是全体是白 似乎它能够现出种种分别 但是能现分别的一定不是分别嘛 那是没有那个能现分别的 不是分别的 心中的清明 你哪里能够知道这么一切分别 所以能分别注 事实上就是你无分别体嘛 所以无分别体 所以就告诉你 现在你感觉到的那叫清明 再也不是分别 但是本来的能分别处就是你的根本清明的无分别体 但众生永度什么 就是老老实实 根深蒂固的分别 那就是分开别注 什么叫分开别注 再喜 再怒 再怒 那或许啊 我每次讲经都会想到说 你们大家都会 因为你们心不熟嘛 或许就问 那是否那要再喜多喜 再怒怒怒怒怒 那我怎么让自己不多 那我现在嘴喜觉怒不就多吗 所以这个就是 为什么叫出家人 不同于在家人的 过去的修行的可贵处 我们在毛棚也是这样的 感受见前实 觉起觉怒 你就要提起一个声音来 觉得喜的是谁 刚开始提的时候 我那心里的闷啊 谁 不就是我吗 对吧 会有一大堆杂想 不管你怎么想 我都不要被任何的声音迷惑 就提 觉起的是谁 觉起的是谁 你居然自己看到自己的念头 从而突然有一天 你还不敢讲门锁了 你会发现 能够看得 能够分得开 这是令人经讲的托年 你连看都没有看过 刚开始叫你说 觉喜觉怒 你就是分别 那我怎么不分别 那你就要看 你有喜怒哀乐 任何念头陷阱 你就要提醒自己啊 你不是临时抱佛教的 那没有用啊 不是你每天有喜有怒的时候 才去体会 那觉得的是谁啊 过去在毛棚里面 就是每天的起情动力 每个感受 你摸冷摸热 都要知道觉得的是谁啊 新熟知识自然能分得出来 你要是这一身中 连这一点点都分不出来 你还不要讲说能锁了 在《内验经》中讲说 出语文中入流王所所入即即动静而向而已 了然不深 你连入流都不知道在哪里啊 你先不管说 那个流是不是过去的意识是向外奔驰 现在是不是回头都不管这个 你要不要看着那个流 你看着过去那种感觉 是喜事怒你要看着它 就是入它的那个流 你能够入它的流 我保证 因为它就是决心所限 将来你看到它时 它就能回来 你根本不必刻意 说我要让人偷回来 镜子照射之时 镜子跟镜色就在那一点上 你过去镜色一现 你就随它流转是凡夫 将来你能看着它照射 照久了以后看着它镜色 镜色在你面前起了 再也不随它流转时 你看着镜色就是镜体 就入流回流 听懂吗 这个你不用功夫 你能体会得来吗 所以还有人说不用出家 这不是开玩笑吗 你说那些事间这些法 这是在家人不能得吗 不能 绝无实处 但是要加一句 但是世人都能得 那世人都能得 那为什么在家人不能得 就是你抓了在家人这三个字不能得 人可以证都能证 但是你说在家人不能吗 你已经在家人了 在家不行 在家什么意思 家者是从一个年 下面是一个使 就是一天到晚就盖在那个竹会 使者诸也 叫做家 什么叫在家人法 就是一念念之间 起心动念 都在竹会 就是地藏经讲 无不是罪 无不是业 那种作用中 你能得吗 那为什么说是人就能得 因为是人 所以我知道 我要跳出在家 竹会的业力 我要现出出家 念念之间警惕自己 我再也不甘心在家 不管你现出家 去杜绝过去在家的业力 这种行为 是什么人的行为 人的行为 这才知道是人的行为 你要先看到如是人 人的当法之意 要看到如是人 那不是在跟你分在家出家 因为你知道是人 要去在法中解脱 所以你才知道 该断的是在家的习气 要如何断 这个习气不是马上 就那么容易断 所以我要 你你之间不断的提醒自己 警惕自己 剃头染衣 力行力向 就是不断在自己身体上面 磕漏自己的 磕漏 就像磕 雕刻一样 磕漏自己的决定心 那不是一生能断 你要深深磕漏你才能断 所以人就能断 华严经 我们讲的华严经 华严经三月同志 五十三参 第四参 参藏密切 十参山陀祖师 讲的密切者 人也 前面三参 从德云海云到善注 是比丘 法身中的比丘 为什么用比丘下 是世间法 但是他一定是法 是现出世间的进尺 所以他参的第一三参知识 得云 你没有那个初时间的进尺 你根本看不到得云 所以那是体 那是一个善才行者的体 提者得云 向者海云 用者善注 那如是明白如是三法实 以命令之间要发呼于人 要静止于人 所以第四参 参密切 密切者 仁也 那种合掌 愿意此功德 愿意此功德 无极于一切 弟子与众生 借供臣佛道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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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